嗯,是,但是在巴黎島這製作的時候 還有拜訪的時候,有跟吳秘書長有 現在有傳出來的話,就說裡面有說什麼 選舉、僑僑什麼,有這種事情 李先生,完全沒有啦 就是我直接來請你文獎先生 你所有的資訊,我拜託你拿出資訊出來 如果我會有種子不法的行為 我願意這麼受法律的制裁 我會勇敢來面對 如果你拿不出來,我拜託你 給關心南島的鄉親,關心南島的未來 你選舉就是要回歸政題 不要用這種負貨的手段 這樣讓我覺得台灣人 我們台灣的社會核心價值被扭曲掉了 我是希望說 不要再提問這種更生人 在做文章 因為我沒有說過的管理 更生人在這些消息沒有說過的管理 但是我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今天沒有出來陳樹枝 我會再繼續 因為我二十五年前的犯署 來做成很多中官 很多無告 善良的人來受傷 這是我沒有願意看的 是 我看現在一般民眾 一點還要相信 就是說 夠爭惡 運營長拿一個照片 我說我今天比較知道 他怎麼說 我今天比較知道 工黨還是怎麼樣 我等一下跟你請問你 你說 這對吳院長 當然是這樣說 是運營的 馬上回來 你稍微等一下我問 來 二一年的全面開講 吳敦義院長捲入了這一場的風暴 去年是不是跟所謂的大哥 一起到峇里島玩 其實跟誰去都不是重點 而是在於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一直跟所有的社會大眾 共同來關注的是 吳敦義院長有沒有說實話 剛才我也請教江青良先生說 是不是吳敦義先生到了昨天 才翻開週刊說 昨天才知道江先生過去 剛剛江先生也提了很多 過去跟這個吳敦義先生 只是打打招呼 握握手 並沒有什麼深交 那問題是吳敦義院長 在過去當過這個 國民黨的秘書長 也是南投的立法委員 也當過南投的縣長 那麼對當地的事務 應該比較清楚 所以我剛才還是再度的 請教了這個江先生 他昨天 如果吳敦義是昨天翻開來 才知道江先生的過去 江先生自己認為可能嗎 江先生 喂 聽到嗎 有聽到 請說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像我剛才說 我的太太跟我睡幾天 他就不知道我的過去 我有時候去跟他說 我的過去是什麼嗎 你當然 我跟吳敦敞在這裡月前 你認為說 你心裡面會不會認為 吳敦義先生應該知道你過去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認為他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不知道還是 我沒有必要去對任何人說 我的過去是什麼 是 所以你認為他不知道 但是 他過去在這個南投 有這麼多的一些豐富的經歷 但是 你應該認為說 過去我們應該掌握過去很多的狀況 你現在跟我交朋友 跟我們一起去巴厘島玩 應該都是 大家在過去 從過去的了解 然後才 願意當朋友 是不是 是 他 我在地方 就是本著說 回饋鄉里的心情 那我一路走來是很辛苦 但是能回到這個社會 要生存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也是說 默默的 積極的在經營失業 當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那還好就是說 有更生保護協會這些長官 他們一路在支持我 鼓勵我 一定要做好 讓社會 能夠有所注意 能夠有所幫助 我一路就是都這樣走 了解 江先生其實 跟您本身跟更生人 都不是問題 今天這個社會 只要在像江先生一樣 你只要按照這個手法 然後拼自己 自己打拼 然後可以讓社會 爭取社會的這種尊敬 這都不是問題 現在剛剛還要請教的 就是說 你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都是被政治人物選 但是 選舉包圍 兩件事情 一個 有人現在影射 說 你是不是有這個 有些人想選 你有沒有對這些想選的人 做一些威脅 我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 我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 我只是說 據於說 能夠讓我的生活環境 更安定更和樂 我是跟這份心情 所以我也沒有分動牌 是 我都是說 誰可以讓別人 會向心 過國更好的生活 他正常在認真做事 我就是指指想 我從頭就沒有那個動牌 所以我對政治也沒有興趣 嗯